哈喽大家好,今天分享高级的棕灰色系穿搭 这件装红色的毛衣真的太提气色了 而且也非常符合即将到来的圣诞和新年的氛围 这个靴子是我新买的,我特别喜欢它的V型的设计 现在腿特别的细长 搭配了棕色青鸟哥西装外套和一些金色的精致首饰 我自己真的非常喜欢这身的配色 尤其是青鸟哥的外套跟红棕色的毛衣搭配 有种非常醒庆,但是又很高级的感觉 别出心裁的拿了一个黄色的小包包 它的皮质非常硬挺,里面空间也还挺不错的 很多人觉得穿棕色容易显老气 但棕色跟亮色系还挺衬的 大家如果有暗度比较高的红色衣服和黄色的配饰 不妨拿出来搭配看一看 说不定会有惊喜,从此又多了一种穿衣打开方式 第二套是高级的灰色 这个羊绒打底衫真的太舒服了 可惜它已经断货了 你们看这个耳环,它是可以拆分的 有两种戴法,可以当成吊坠带 也可以当成一个小小的圈袋 背目和金属的光泽和质感都非常棒 买了这么多小箱缝外套 这件的染色让我尤其喜欢 它是暗灰色带蓝调的色系的 非常的高级 跟一些深灰色,棕色和白色单品碰撞 真的是超级的好看 下一身回到前棕色系 这一身羊绒套装真的好舒服啊 穿上去一整个爱住 拉链分领的设计也是今年很流行的 全身有一种高级慵懒的风格 这件深棕色搭一针的风格非常百变 它可以跟休闲衣服搭配 穿出慵懒的感觉 也可以穿出一些比较精致的都市通勤风 我待会给大家示范一下 这身可以背一个红棕色的包包 作为全身的同色系体量 这身穿搭真的预寒保暖又非常的舒服 内搭三件单品都是羊绒的超级的金服 下一套又是灰色搭配了 这个灰色半裙我已经穿过好多次了 这个灰色毛衣也是羊绒的 而且它特别的厚实 刻重非常足 非常的保暖 我觉得羊绒单品就是你一旦穿上 你就回不去了 因为它真的是舒适度太高了 我搭配了一个深灰色长款 西装版型的大衣 这样穿是比较偏帅气风格的 可以戴上一条黑白拼色的围巾 做一个层次感穿搭 拿上一个黑色花皮的后补包 这身的感觉是克制高级和冷静的 这种穿搭方式在多数南方地区都是OK的 大家可以自行穿一条丝袜 大衣也足够长可以把腿部遮住 最后一套又是棕色系啦 这身内搭我已经穿过无数次了吧 又是刚刚的棕色大衣 但是这一次穿出了非常通勤和知性的感觉 这个大衣除了风格百变 领子也很百变 可以竖起来作为一个超高领防风 也可以翻下来作为一个小丽领 我最喜欢的打开方式是丽领绑腰带穿搭 这样子看上去非常的帅气 而且还能突出一种比较高贵的气质 靴子上的金色搭扣 给制身裹得严严实实的穿搭 增加了一些细节和精致度 由于身上颜色比较偏暗 所以可以拿一个亮色系编织款的包包 作为全身的体量 而且最后这两套穿搭对于通勤来讲 也是非常合适的 既好看但是又不会过于张扬 哈喽大家好我是丽领 今天分享几条文艺饭穿搭 大家都有的黑色高领毛衣 搭配一些亮眼的配饰 就会增色不少 打动我的是这个毛衣细节之处 这个皮的logo特别可爱 这种小A版型的短裙 特别符合我的气质 配上一双长靴就很有感觉了 最近特别喜欢这件牛角扣大衣 之前的文艺小编也有穿它 拿上一个黑色复古马鞍包 这身的颜色虽然是比较深沉的 可是因为每一件单品都有很多细节 所以也很耐看 第二套想走温柔的路线 所以戴了珍珠耳环和项链 这个小花毛衣特别好看 尤其是领子的拼接 半裙非常非常的厚实 北方宝宝们也可以穿 在新脖子照亮可以围上一条围巾 拿上一个红棕色的包包 这个包是拼色的 里面的灰色也很高级 我特别喜欢这个包 而且这个包的肩带特别长 就算穿很厚的大衣被它也毫无压力 这一身穿它特别适合南方的天气 中午热的时候还可以把围巾摘下来 手上拿着也很好看 第三套也是温柔的气质 穿了一条灰色大散裙 它的裙板特别大 里面穿好几条包暖裤都没有问题 单穿衬衫太单薄了 可以加上一件灰色大衣 它也是牛角扣的 而且我非常喜欢深浅灰色的碰撞 我觉得很高级 不太冷的时候这样子出门就OK了 如果天气突然间降温 可以围上一条刚刚的千鸟格围巾 它的千鸟格是深浅不一的 很容易搭配 下一套是顽色彩的 这个绿色毛背心我真的太喜欢了 它的颜色非常的好看 特别适合搭配卡其色的裤子和白色衬衫 这一身有一种扑面而来的清新感 在厚重的冬天给人轻盈的感觉 这个黑色夜下包的光泽感真的好好看 这身如果怕冷的话可以搭配一件灰色H型的大衣 这样一套穿是比较中性和帅气的 大衣的灰色跟袜子是呼应的 包包跟鞋子呼应的全身比较同一 下一套依然是裤装 这个毛衣太好看了吧 这个裤子也很舒服 而且我又被它的标签击中了 这两件单品上身都是非常舒适的 毛衣很软弱 牛仔裤也特别软 而且很喜欢这个牛仔裤的九分设计 可以露出一点袜子 显得复古而俏皮 这个毛衣的配色也挺妙的 在领口袖口和下摆都做了燕麦色 这样子单穿还是叠穿都很有层次感 下一套是用前几身的单品做重组 黑色高领毛衣搭配这个牛仔裤也很好看 这身想走中性风 所以选了一个深棕色的西装后外套 它还有一个配套的羽绒背心 大家可以选择自由搭配购买 这个西装外套版型也很好 形成人很精神 这套不想带太多的饰品 破坏中性风的感觉 所以拿了一个亮皮的红棕色包包 作为全身的体量 而且还可以跟西装外套作为呼应 今天这么多套温衣风春搭 你们做下哪一套呢 评论区告诉我吧